尊贵的享受 浪漫的私人空间 明智之选 成就卓越人生 打造城市综合体 时尚生活触手可及 生态空间 品味休闲 健康住宅 都市精品 爱家 才是好男人 王府井 King Square第二期五星酒店级公寓 电话905-888-6788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安坦云敦占领运动示威者被驱逐 博士市长表示 是时候要求占领多罗多责任人士离开 9月份新屋价格指数上升0.2% 1成2的业主货即使息口上升5-1厘 都将会面临还准困难 意大利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突破百分之七的生死关口 9月9日星期三的晚间新闻 我是刘家欣 新闻的详细内容 安省伦敦市的占领行动示威者 今天凌晨 由市中心公园的营地被驱逐 并被禁止重新搭建帐缝 预料本国其他城市的占领行动 也都将会面临同样的困境 安省伦敦市市长 昨天下令占领伦敦的示威者 要在昨晚6点之前 拆除在维多利亚公园设置的帐缝 不过 在最后限期过去 示威者仍然没有所行动 警方和市府的苦力执法人员 在今天凌晨采取行动 移除示威者的帐缝 和临时搭建的设施 虽然现场气氛一度紧张 但是过程大致顺利 没有人被捕 倫敦市长今天表示 示威者可以继续留在公园示威 不过 就不可以在晚上10点 到早6点期间逗留 凡则会被驱赶 在比斯省的温哥华和维多利亚 市议员都设法希望通过一項禁令 以火警桥例和安全为理由 驱逐当地的示威者 多伦多市长福特今天表示 参与占领行动的示威者 是时候要离开市中心的姓James Park 福特指出 由于占领运动是和平进行的 因此市政府一直采取容忍的态度 但是当局接到越来越多市民的投诉 他们对占领运动的示威者 已经忍无可忍 市长说 为了要向市内的商户和纳税人有个交代 要求示威者离开是正确的做法 福特是在和省长麦坚迪 会晤之后的记者会上 作出上述的表态 而省长麦坚迪就表示 如何处理占领运动的示威者 由市府自行决定 今天早上 安省伦敦市的示威者被驱逐之后 已经由多伦多的示威者表示失望 并预期会有一天 他们同样会被迫离开 WOW TV 闫普林报道 多事女子 Jana Catherine Morrison 星期一 在时期踩单车的时候 被货车撞死 Morrison的家人 朋友 及部分民众 今天为她举行悼念仪式 死者 Jana Catherine Morrison 今年38岁 是一名瑜伽导师 亦是一个五岁难同的妈妈 她被撞死的时候 她正逃着第二胎 在星期一 Morrison 踩单车 驶至Sterling Gap Dundas 路口 向右转的时候 被一部货车撞倒 随后被货车的后车剪过 最终双重不治 Morrison的亲友 今天攜戴蜡烛 鲜花 和心意卡 在仪式上 对她的死 表示哀悼 她的家人 在致辞中表示 Morrison 为人友善 支持 还赞扬了Morrison 在帮助她丈夫 战胜严症的过程中 所表现出的勇气 另外 Morrison的亲友 还为她开设了Facebook 网页 并設立信托基金 用于帮助Morrison的家人 夏美顿一名男子 相计在当地三间Tim Horrins咖啡店 盗取鱼叔花酬款商 夏美顿警方公布了 该名疑犯的最新照片 夏美顿警方相信 在近6日内 连续发生的盗舌鱼叔花酬款商事件 都是和一名疑犯有关 最近的一宗 发生在星期二凌晨1点20分左右 另外两宗就发生在本月的3日 警方称 疑犯为东亚裔男子 年约20多岁 身高5呎8吋 体重165磅 中等身材 黑色短髮 流宿 五脚男子 犯案时 身穿蓝白鸡挑外套 深色牛仔裤 趁店员忙碌时盗取酬款商 然后迅速逃走 目前被盗的具体金额不明 警方呼吁市民踊躍提供线索 除了夏美顿之外 多伦多 川顿等地 近日都发生了多宗 盗舍 欣缩花筹款商的案件 WOW TV 推出在塔顶外1.5米闊的平台上 晚步的惊险活动 负责人表示 参加者必须超过13岁 17岁以下需要由家长监护 体重在75磅至310磅之间 每次外出行走的人数为6人 由专业人员带领 参加者都要穿上专门的防护服 并有两条安全背带 和工业强度的滥索 防护索的另一边 扣在一条环形的轨道上 令人可以自由活动 身体也可以探出边缘之外 WOW TV 燕埔林报道 統议局公布今年9月份的新屋价格指数 指数攀升了0.2个百分点 升幅主要是受多伦多和温尼泊的房价带动所致 统计局表示全国以温尼泊的表现最好 升幅有1.4% 紧随其后的是哈利法斯 升幅为0.7个百分点 温尼泊的升幅主要是来自物料 勞工成本和土地价格的上升 如果按年计 9月份的新屋价格升幅为2.3% 多伦多和奥沙华地区的升幅为5.4% 而温尼泊的升幅最高为5.5% WOW TV 燕埔林报道 加拿大按揭专业人士协会 今天发表年度报告 指出本国有1成2的按揭贷款业主 一旦加息 即使只是上升不够一利 他们都已经会出现还款困难 报告指出本国大约有580万人是按揭贷款业主 其中有65万人一旦利率上升不足1% 他们的按揭供款能力已经会出现风险 当中有17万5千个更加是负资产 不过有很多按揭业主是按固定利率贷款 在他们的按揭到期更生时 贷款额应该有所下调 整体来说 按揭市场正在逐渐复苏 另一方面 报告指出本国有285万名业主是零贷款 完全拥有物业 有9成4的业主拥有至少1成的物业资产 7成8的业主拥有超过4分1的物业资产 但也有7万5千名的业主拥有不到1成的物业资产 这些人一旦遇到房价回落 面临的风险也最大 本国央行和联邦政府一直警告国民安排好房屋贷款 在利率上升之前尽量减少贷款的负担 WOW TV 燕培林报道 国际方面的消息 由于意大利总理贝鲁斯芳尼承诺辞职 令该国政坛面临不确定性 从而可能各自减赤计划 今日意大利国债收益率全线飙升 十年期的意大利国债收益率触及7%的生死大关 分析人士指出 之所以将7%称为生死大关 是由于一旦突破该水平 就意味着意大利在市场上实现大规模融资的大门已经关上 此前 希腊、葡萄牙以及爱尔兰的国债收益率 在突破7%之后 就直上云烧 也逼着上述的国家不得不寻求国际援助 意大利总理贝鲁斯芳尼昨天宣布 将会在意大利议会通过欧洲联盟要求的经济改革方案之后辞职 有传媒评论 贝鲁斯芳尼在意大利政坛17年 无论是性丑闻还是腐败丑闻都没有将他击倒 但是今次他输了给市场 WOW TV 燕潘林报道 希腊总理柏潘德里欧 今天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正式宣布将会辞职 柏潘德里欧在讲话中表示 国内各政党虽然存在分歧 但是联合政府已经成立 希腊将会尽一切努力留在欧联区 欧盟最新援助方案将会得到执行 柏潘德里欧在讲话结束之后宣布辞职 不过就没有宣布新总理的人选 国际负费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 今天在北京一个论坛上警告说 除非各国共同采取行动对抗经济增长的威胁 否则全球经济将会出现迷失十年的风险 拉加德指 世界互相的联系有点紧密 没有任何国家或地区可以独善其身 拉加德说 中国应该刺激消费 并允许人民币升值 因为发达经济体系有特殊责任 要恢复市场的信心 现在先休息一会 在稍后中港台环节将会报道 内地通胀有所舒缓 令香港食品代理商 即时将部分罐头的批发价减价一成 电信管理局强制电信供应商 不可以在无限上网服务中加任何限制 中文字幕提供